看看新闻网 明星们在片中的博命演出 显然更加夺人眼球 高云翔在回忆起拍摄时的难忘经历时 就不禁落下了男儿泪 每一场戏我都在拼 我不自己在努力 我知道今天 是我们独占 是我们独占 大家在一起可能最后一次 可能拍下这个戏 我们就开始搁到搁的剧组了 我很不舍 那么说到刚才那个戏 那场戏我怕我演不好 因为大家都在 每一个演员都在 我怕我的一点失误和不认真 导致这场戏 整部电影的损失 所以说 我那场戏发挥的 我一直在感受走空梅大哥 因为他留很近 我一直在推着一个下力 然后在推着学 一步一步的走 那个时候 就是在走戏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我会怎样 我会失控吗 我不知道 谢谢 不过眼泪绝不是当天的唯一主题 这部孙宏雷和古天乐这两位型难以登场 一个简单的打招呼 就立刻把现场气氛吵得火热 据悉电影独战士 孙宏雷和古天乐的第二次合作 虽然在拼中两人势不两立 但私下却是非常好的哥们 在一起合作 铁三角的时候 不再像照顾弟弟一样 在香港照顾我 那时候永远 不能忘 其实我是他哥 他其实很热情的人 会跟我说很多他急急的事 还有就是 如果看到他有什么 比如说我会问他 有什么想事 我会带他去吃 又看到他的衣服 好像可以 再买一些 我带他去买衣服 对啊 我觉得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 好像真的哥哥的感觉一样 他喜欢哥哥 此次 钟翰良的加盟 也为影片增添了不少人气 众所周知 钟翰良除了以帅气的外形 吸引了大批粉丝之外 爱搞怪的特点 也是人尽皆知 这部当天的发布会上 钟翰良就不改幽默本色 和现场记者开起了玩笑 你觉得演这个硬汉 难度在哪里 难度就是在于他 因为我们不是真的警察 我们也要尝尝 难度在于要跟车里上厕所 那个是轻松的部分 就是偷懒的部分 因为他们很难 他们在外面都寒凤撕骨 我跟李冠杰在那边打人乱七 还可以打盾 这个题外话 那我比什么 难度 迪勒新天地 严斯达上海报道